这对年轻人结婚的照片就是拍摄在缅甸西南部的青帮丹朗镇 他们拍摄的婚纱照片在缅甸社交媒体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原因是他们拍摄了战火当中丹朗镇 这座美丽的城市现在都是一座废墟啊 因为自从2021年政变之后 军方就切断了这里的电话线和互联网通讯线路 所以外界很难了解到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而这对夫妻这对PDF战士就是见证和记录了这段历史 警告世人缅甸军人对自己的人民有多么残忍 同时也表明这对新人对自己对青帮对整个的缅甸PDF都是充满了希望 也是对这个国家抱以期望 这就是他们的态度 这怎么又跳起来了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我们看到背景写的就是NUG 这是发生在缅甸十该的萨林基地区 因为这个地方飞哥经常报道他已经成为了解放区 就在2月28日解放区由NUG政府临时教育学校举行了师生的庆祝节日 出席此时活动的有人民国防军各营的领导 还有蒙玉瓦大学学生会 还有叫阿亚皮泰区的负责人 并且这位负责人在会议上讲到 作为学生啊 我希望你们能够系统的学习 NUG的高水平的教育 这样你们就会有高水平的思维 我也想对孩子你们说到 不管你小时候学什么样的课程 你都必须要保持同理心 作为老师 我们需要教他们有同理心 只有这样 这个国家不会再有明昂来这样的人去统治了 哎呀这个同理心没想到在此时此刻 他用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 我们就能看到缅甸的解放区啊 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 这个情况对缅甸军人来说是巨大的讽刺啊 我们能看到在解放区啊 就好像是该工作的就工作 该上学的玩 学生的就去上学 该打仗的PDF就去打仗 该去法官判的就是法官去判 该抓人的就是警察去抓 都逐渐的按照NUG领导下的 逐步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 以前没有这样的照片 可能还是有一些大家表示怀疑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照片的出来的时候 那就会让很多缅甸其他在观望的人 看到了巨大的一个希望啊 又一期学员毕业了 这是在石凯省的PDF第三大队 这个毕业典礼啊 是发生在2月28日啊 特种突击队军事训练经历了三个月啊 民族团结政府NUG国防部 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习文啊 我们也看到革命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这样会加快缅甸军人的灭亡 我们又看到了老的熟悉的照片啊 缅甸可怜养光 慈善机构又在帮助这些遭受战争迫害的孩子们 给他们提供了午餐 看着这些可怜无助的孩子们 但是又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爱心的人啊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这就是还原缅甸正在发生的事情啊 你们听听背后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 这就是当时现场的视频 这是发生在2月23日晚上10点51分啊 就在仰光的妙乌格拉区的比基大桥附近 沙雅大军方情报机关啊 仰光地下游击队 即人民国防军联军联合发起了进攻 当场打死了10只军狗啊 联军无伤亡安全撤离 这也是对收复仰光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啊 戒备森严的仰光频频受到了袭击 这样的袭击 我们知道不是几个人所能完成的 所以那些相信军人谎言的人啊 也该清醒了 所以我们要拭目以待下一步的进展 这个战争的速度好像在加快了 这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是干嘛呢 又是申请护照啊 在三天内超过了5万2千人申请了护照 这次新的申请再次被暂停啊 在申请新的护照的时候 存在严重的贿赂行为啊 有特权的人不需要排队啊 没钱的人就要排队 从清早6点就开始排队 有的人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才能回去啊 排队还得交3万块钱啊 期间在所谓的警察也没有人维持秩序 没人管啊 你们怎么看这些人申请护照 还有缅甸办理护照这件事呢 又有一个比较惊讶的消息传来啊 缅甸正义组织透露啊 印度政府旗下的Yandana Indian Limited 于2022年10月向缅甸军方运送了大量的122毫米的重炮 印度政府这一举动不符合国际法 缅甸正义组织宣称啊 我们呼吁印度政府与缅甸人民站在一起 而不是与犯下战争的军方站在一起 作为缅甸的邻居一个民主国家 你不应该啊 你不应该这么对待缅甸人民啊 这是缅甸正义的力量对印度政府的警告啊 下一起事件就在马归市的百可可地区 也就叫做穆格聚 水江大桥20人的军营在24日晚上8点 PDF进攻了他们 当场打死6只军狗 5名军狗受重伤 下一起事件 博古市的交际地区 凉病大村就在25日啊 军方进行了炮击炸毁了5间民房 2名村民被炸死 上千村民逃离当地啊 军人随后进入村庄进行偷盗抢劫 连猪鸡鸭都不放过之后屠宰进行了争阻被他们给吃掉啊 直至今日50多人的部队还驻扎在村里面 你看看他们的行为像什么像不像当年的日本鬼子啊 下一起事件发生在克伦邦的培宫地区啊 军方卡马亚336营的军事 盲掘特和222营军事特巴亚共两人在23日起意参加了革命 他们两人表示啊 军方对前线的官兵物质供应不足啊 还苛扣工资 把军人的家属作为人质 使他们不能忍受再继续当作军人的炮灰啊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军人参加了PDF啊 对军人是巨大的压力和心理压力 下一起事件发生在石改省的活乐市波台村的摩沙岛 就在28日晚上啊 军方开始了炮击 次日一早进行了扫荡 烧杀捋夺无恶不作呀 造成了上万村民逃入了田野荒林当中 哀嚎哭声一片啊 军人就是想用这种残暴的手段恐吓吓住缅甸民众 但是缅甸民众已经觉醒了 不会再接受他们的统治 我们知道军人的下场 只有一个我们也拭目以待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